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今天是晴天 最高气温27度 最低气温14度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叫 德比界地区公园 一个历史遗址 这属于大温地区 南岭 这里里边有停车场 7点开门 4点关门 这个是德比界 这边是营地 但是现在水太大 现在不开放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南岭里的最早的居民 在这里居住的 最早的这个照片 应该看不清楚了 现在这个照片 我们昨天也过去了 我们录像是因为 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来过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视频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那个视频 名字就是德比界地区 我们去公园 这里有很多步道 旁边有一处房子 显然这个不是原始的房子 现在被人租了 属于私人领地 这里放了一个狗屎袋子 现在疫情好一点了 基本上饮用水开放了 这个饮用水设计的不错 高一点是大人喝水 低一点小孩能够得到 再低一点这个是让狗喝的 这边就可以用瓶装水 这个应该就流下来水了 这个应该你看 这个狗喝的水在这里 这里还有个简易的厕所 这个有消毒物水的 也吸走的 纸 这个呢 我叫蹲坑 因为底下 直接租的底下很深 深挖坑 广基粪 不占位 还是蛮干净的 所以还有电灯 这个说明牌啊 是介绍了James Hastings 咱们旁边的步道啊 都是Hastings步道 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人是1858年啊 成了农场 养了12头牛 卖牛奶啊 西红柿 红萝卜 还有好多水果啊 他去了一个印第安人 1868年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叫Alex 后来呢 他的妻子去世以后 他就搬到这个地区 继续做他的农场 那是1890年了 而做的很成功 他那个没留下照片 倒是他这个儿子留下照片了 这就是他的儿子 Alex 这是他儿子给儿媳妇的照片 他儿子呢 继续做他的农场生意 这个小房子呢 就是这个房子呢 是他们储存奶的房子 建于1935年 然后1996年又重修了 这一个一个地槽 可能买奶放在这里边 进行保温 房子不大 因为十二头牛嘛 他也几不是出多少奶来 那边一个房子呢 是梁昌嘛 眼前那个房子呢 是Alex Hosting 1909年建的 当然1982年又翻修过来 Alex和他妻子呢 在这里一共生了9个孩子 然后呢 Alex Merry呢 一直到他1973年去死 这个保持2米的距离的牌子呢 还没测 这里牌子呢 是一个老虎的生长 2米 我们平时看的呢 都是个大银 展翅以后2米 这个牌子呢 就是说地堡到地堡的一个步道 它原始的地堡的位置啊 就在这里 这里现在 立了块碑 这是个背影 也看不清楚 已经建筑物看不到了 这里说的有一棵原来的苹果树 这个是原始的一棵苹果树 19世纪的苹果树 这围起了这片 可能原来原住 原住民住的地方 以前原住民住的地方 基本上留在海边 河边 湖边 这就是他们原来的生活 这像个厨房 这是他们的收获 有梅子 土豆 青豆 也是贸易地点 他们都是给欧洲国家交换皮毛啊 还有鱼类啊 三文鱼啊 欧洲人就带了一些金属制品 像斧子镰刀啊什么 这个就是原来他们盖的地方 他们盖的房子也是四四方方的 对着现一个像炮楼一样的 瞭望楼 好嘞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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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